三年前国家做出战略决断 启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黑恶不除 民心难安 他们家是一个 主义很大 能力很大 其实皇家就像一个噩梦 权力以赴 攻坚克难 坚决打击黑恶犯罪 让城乡更安宁 群众更安乐 民心所向 决战决胜 扫黑除恶战斗争 是党的十九大以来 最得人心的打势 今日说法两会特别节目 公平正义新时代 扫黑取胜 即将播出 习近平法治思想 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 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公平正义新时代 新思想 新期待 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百年奋斗历史 建行初心实地 兼十一法治国 推动伟大复兴 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两会特别节目 公平正义新时代 今天我们的报道将对一起特别的案件展开探访 黄鸿发海南昌江特大涉黑组织的黑老大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 黄鸿发涉黑组织经历了产生发展壮大和公司化运作四个阶段 财产积累高达二十多亿元 当地老百姓文黄色变 当地官员和外地投资者要看皇家脸色形势 致使昌江地区的经济发展 社会秩序乃至政治生态遭受到严重破坏 我们找到受害的人 更多的这一句话 等你抓了黄黄发 你再来找我 谈黄色变嘛 可以这么说 谢继财和李丹花夫妇是海南省昌江离族自治县人 他们有四个孩子 二十年前 他们一家人考饭鱼为生 生活也算殷实 然而他们的饭鱼生意被黄鸿发的手下看中了 要求李丹花交出经营的摊铺 李丹花没有同意 不久 他们刚刚十七岁的大儿子谢生俊就发生了意外 听说儿子出事了 谢继财立刻飞奔到了事发地 谢继财赶到时 发现儿子浑身是血倒在地上 奄奄一息 等李丹花赶到时 儿子已经被送往医院抢救 都一定才知道 耳杀七岛 七岛 今天我这小孩就抱住 说妈妈好 我流到很多血 谢生俊告诉了一段话 当天晚上八点左右 有两个人说他弟弟出事了 把他骗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他正拿那个船头 打我那个小孩 已经打 昏了 说回去不准叫你妈妈拉你 当时李丹花抱着奄奄一息的谢生俊 哭着答应他再也不做饭于的生意 不做了 我妈妈就剪了 剪破烂了 让你们打 不做了 当晚十点多 谢生俊在从昌江县送往海口抢救的路上 不幸身亡 后经法医鉴定 谢生俊生前被人用锐起猛力刺激右胸部 导致右肺破裂 大失血休克等引起死亡 我小孩出事后 从来没有点红怕一直没过 他给你搞过 他杀人 我这样的 丢你在海啊杀你 买在哪里你都不懂 江桂苏也是长江本地人 1995年3月 因为经济纠纷 黄洪发派他的手下将他砍成重伤 就突然就他们就嗡一帮人进来就对我这个砍伤了 当时呢那都是刀和斧头的了 事发突然 江桂苏很快就躺在了血泊中 等醒来他已在医院 头部 背部 四肢等部位竟有27处刀伤 我脸颊这一块 直接从眼睛 因为眼球那个液体的流量 眼睛到鼻子 鼻子这个整个鼻梁骨是断的 包括牙齿 这个牙齿的牙根 这个牙齿是黑的 死了 死牙 那个牙根也断了 包括手上 包括手术这个 这个就是断裂的了 这整个是断的了 2018年10月 海南省公安厅成立1026专案组 指定由琼海市公安局异地管辖 开展秘密侦查 由此海南建省以来涉案人数最多 牵涉范围最广 抓捕人数最多 受关注度最高的黄洪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 拉开了帷幕 时间非常紧 但是任务很重 有反越大量的历史案件 一到晚上一做梦 是梦给怎么抓黄洪发 2019年1月6日 海南省公安厅从全省抽调1,210名警力 车辆300余辆 对黄洪发黑恶犯罪团伙 开展集中统一收网行动 成功抓获以黄洪发为首的涉黑团伙成员 164人 包括当天晚上没有被抓的人都没想到说 我们会把黄洪发给抓 扣押人民币现金302.56万元 外币折合人民币现金38.25万元 机动车218辆 管制刀具三十五把 枪支两把 冻结银行账户资金1.2亿元 股权金额2.08亿元 证券账户金额344.5万元 查扣涉案公司个人名下房产288套 土地74宗 林地33宗 经初步估算 价值达15亿元人民币以上 一千多本案卷 记录了黄洪发黑社会性质组织 近30年的罪恶 可谓庆竹难输 一共除掉了78位干警 它涉及的案件 违法犯罪事实非常多 有117宗 就是写成四个起诉书 可以说是自身具足 必须得把它办成一个铁案 2019年11月22日 黄洪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 在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 由于该案组织成员近200人 此案分成四个庭 四个法官同时审理 每个庭审都整整持续了7天 经查黄洪发黑社会性质组织 通过乙伤养黑 乙黑护伤等手段 经济规模达80多亿元 涉黑组织产业获利20多亿元 评估价值26亿 那么说这些财产 庞大财产我们怎么理清楚 有196个被告人 公公最后我们判了说是19个罪名 还有违法犯罪事实的叫58宗 其中刑事案件53宗 违法案件5宗 共造成两人死亡 三人重伤 13人轻伤 五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 别人在十几年后 用十几年前的证据材料 查实了十几年前犯罪的事实 我必须让你付出代价 就从这个插合水泥厂的拍卖 就足以说你 苍江又是变田了 最后是18.28亿成交 2020年7月30日 黄洪发被执行死刑 400多名民警 40名纪委干部 78名检察官 18名法官 34名法官助理和书记员 都投入进了海南省建省以来 最大的涉黑案当中 近两年时间 不分昼夜 没有假日 同筹共策 连轴奋战 忘我的工作 1000多本案卷 200多页的起诉书 共进2000多页的判决书 使600多名执法工作者 智慧的结晶 他是扫黑除了专项斗争中 涌现的公安英模 前海军 他应该真正是 打击套路的第一人 一份立法建议书 凝结着他对职业的 无限忠诚与热爱 践行了人民公安 为人民的誓言 今日说法 两会特别节目 公平正义新时代 扫黑决胜 正在播出 2016年 一起起看似 证据确凿 还有职业律师把关的 民间借贷纠纷 摆到了上海市公安局 刑事侦察总队 副总队长 钱海军的面前 此后 在他的带领下 使这种所谓的 民间借贷纠纷 在上海上演 惊天大逆转 这类严重侵害 人民权益的 新型犯罪行为 开始被命名为 套路带 并且进入了国家 司法治理的事业 沈女士是一名美籍华人 回国之前 她是美国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 医学中心的教授 2010年 沈女士带着自己的科研成果 回到了上海创业 2014年 厂房还没完工 沈女士的积蓄就差不多花光了 为了企业的建设和运营 沈女士到处寻找后续资金 一位银行工作的朋友 给她推荐了一家投融资公司 公司老板信尹 利息会比银行高 高一些 2.0 我觉得还行 所以我就同意了 当时是借多少钱 2000万 然后是两年本息一起还 融资2000万的合同签订之后 出借人尹某 并没有给沈女士打这么多钱 贷款要马上要放了 她就跟我说 不行 因为他们资金还没有回笼 因为她同时借给很多人 她就说 你从你的节约利息的角度来看 你还是分开一笔一笔借比较好 那么她说 她会分每个月给我200万 沈女士听从了尹某的建议 分批接受放款 第一个月就给了我200万 她跟我说 实际上不是借给你2000万 只是借给你200万 她说从实际考虑 你还是签200万的合同 但是在重新签订200万贷款合同前 沈女士没有抽回 2000万元的借款合同 200万合同签好了以后 后边就再借200万的时候 又签了合同 然后签好以后 她把200万加上利息 加上手续费合并 这是一份签订于2014年7月28日的合同 合同上的借款金额为270万元 但是扣除过桥服务费 利息 公证费等各项费用 共计仅24万元 沈女士收到的实际金额为246万多元 第三个合同就变成500多万的合同了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双方签订了多份合同 沈女士的公司总共收到787万元借款 她就说钱没有了 企业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 急需资金投入生产 沈女士期待着尹某 能把总合同中约定的2000万元贷款 足额发放 不过尹某说 最好先清掉前面的一笔借款 再接着发放余下的钱 跟我说要找个人过来 其中他一定要有一笔 要把它就是清算掉 要清算掉一笔 200多万吧 然后就叫来个人 就叫当先生 这个张某是初介人尹某 叫过来帮助沈女士屏障的 所谓屏障 就是张某用自己的钱 先帮助沈女士还一笔借款 当然沈女士要给屏障人 张某写张借条 重新签订合同的时候 债权人从最初的初介人尹某 变成了张某 这种做法被警方称为转单屏障 它实际上是犯罪团伙 用来累高债务的一种手段 套路贷它是看似 形式上是合法的 是利用民间借贷为幌子 那么实际上是通过诱骗 或者是威逼被害人 签订一些虚高的借条 转单屏障 这种方式来徐征债务 两年之后 仅仅拿到金融公司 787万贷款的沈女士 所签债务已达1.7亿元 让沈女士震惊的是 尹某竟然一直诉状 将她告上法庭 就在那个时候 她当着厅长的面 她说我们还有别的合同 我们还没有告她 然后这个合同加起来 一起要1.7个亿 2017年5月8日 沈女士走进公安机关 面对警情 公安内部也有不同意见 有的同志提出来 这类案件 从这个看上去 就是一个普通的民间接待 是双方当成的一个经济纠纷 那么公安机关如果插手来 对她进行打击的话 有插手经济纷纷的这种嫌疑 面对争议 前海军拍了桌子 我借了1万块钱 到最后莫名其妙地 翻成了要还100万 200万 这种案子如果不是案子的话 那哪一种案子还能称为是案子呢 前海军敏锐地发现 在看似证据确凿 还有职业律师把关的 民间接待纠纷背后 是成团伙 有分工 作案手法成熟 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 黑恶势力在操控 我是第33个案子 前面还有32个案子 前海军不眠不休 翻阅法律条文 研究类似案例 前海军开始研究这个方面 当时全国都有这样的案件 但是都没有把它 作为刑事案件再打 后来是由他找公检法 我们三家不断地在研究 前海军把琐碎的证据拼凑起来 手把手指导干净 搜集证据 在专案组里工作 我们也申罢他过来 为什么呢 他一过来呢 他会看看我们工作 随手拿起一本笔录 他会自己看 看得很仔细 这一看之后 就会对我们提出特别高的要求 就心里会紧张 在前海军的严格要求下 一个个黑恶势力团伙被打掉 前海军他应该真正是 打击套路带第一人 我当时呢他是副总队长 我呢是支队长 警方将这类民间接待形式 命名为套路带 在全国 前海军率先摸索出了 打击套路带的基本模式 2019年 这一模式在全国推广 许多麻烦缠身的群众 看到了希望 前总经常说 法律和打击的实物之间 是有一定的时差的 我们公安要做的 就是把这个时差尽量地缩短 前海军可以说是 国内打击套路带的奠机人 他也是知名的 跨国疑难案件侦办专家 长期的行政工作 让前海军养成情思考 善总结的习惯 在侦办了大量套路带案件之后 他提出 要想有效地遏制套路带 刑刑犯罪 必须有明确的 法律法规出台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他一直为推动 非法高利放贷入行 做着努力 前海军有记工作笔记的习惯 工作中他总是本子不离身 厚厚的工作笔记 密密麻麻记录了前海军 对每一个案件的分析 自立行间 浸透着一位人民警察的赤胆中心 除了非法高利放贷入行 凡有组织犯罪立法 也是前海军一直努力推动的立法内容 我们三之类的人 不管是老的年轻的都知道 前总 凡有组织犯罪法 就是前总毕生的心愿 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始之后 前海军更忙了 每天前海军总有忙不完的工作 加班是他工作的常态 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 我真的也是不喜欢他的这份工作的 因为我觉得这份工作 让他非常的辛苦 欣渝不喜欢父亲的工作 但他和母亲尊重父亲的选择 支持他的工作 一年365天 他能陪伴你多少天 你帮我多少天 最忙的时候 一年大概十天都不能算到 2019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入关键之年 前海军连续三个多月吃住在单位 每晚审阅上百份材料 经常忙到凌晨 据统计短短三个月 前海军核发扫黑除恶线索打四千多条 签约的材料有一万两千多份 这些反馈材料前走还得一份一份去审核 看看有没有工作没到位的 工作措施是不是没有穷尽 每天前海军的工作时间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 他听取汇报 督促办案 把工作中的思考记录下来 积极推动非法高利放贷入行和反有组织犯罪立法 2020年5月公安部下发反有组织犯罪立法草案 修订稿征求意见 作为反有组织犯罪立法小组的成员 前海军一边参与上海一号扫黑大案的攻坚 一边收集立法草案的征求意见 修改建议书 同时他把非法高利放贷入行的建议也形成文字 一并提交了 他用争分夺秒的工作和暗读劳刑的付出 期待换取早日实现 让套路带涉黑犯罪无处遁形 2020年5月10日 前海军因劳累过度牺牲在工作岗位上 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的手里还紧紧攥着案卷 他是一个优秀的政察员 同时他也是个优秀的指挥员 能做到副总队长 他已经经历过多少起案件的组织指挥 充分地体现出他的组织才能 我一直说只要看到前海军来某一个案件上 你就会有种很踏实的感觉 他来了 这个案子在组织指挥也好 在办案过程当中也好 你心里就会感觉很踏实 有他在没问题 那么在全国范围内 三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我们探访了公安部 杜部长 三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取得了哪些成效 这专项斗争当中 我们公安机关坚决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 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的统一组织下 这三年时间 我们公安机关共打掉 3644个涉黑组织 11675个受恶的犯罪集团 破获了个例案件是24.6万起 那么在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中 咱们公安部门在其中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呢 我们重点抓了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组织开展大案攻坚 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压倒性态势 公安部直接挂牌督办的案件有104起 组织侦破了著名的山西城洪志 海南黄洪发等一批大案要案 应该说成绩也非常的显著 二是全力以赴 吉普再逃人员 绝不让任何一名黑恶逃犯逍遥法外 其间我们仙湖组织开展了 百日追逃和逃犯清零的行动 5824名目标逃犯盗案率达到了99% 这其中境内的目标逃犯全部抓获盗案 期间我们还向37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工作组 共抓获劝反潜逃到境外的一些逃犯700多名 对黑恶犯罪形成了极其强大的震慑 三是充分发动群众 几公安部就接到群众举报的线索 达到了17万件 我们经过数理分析 组织各地打掉黑恶势力1700余个 四是严厉打击农村黑恶势力 助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对农村地区的社会社恶打击 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这个期间我们攻打到了 农村地区的社会组织1200多个 恶势力犯罪集团4000多个 让这个黑恶势力在农村无处生根 五是紧盯滋生黑恶势力的新兴领域 还是要坚持打早打小路头就打 先后组织开展打击套路带 打击利用信息网络 实施涉黑涉恶犯罪等一系列专项行动 有效净化了社会治安环境 六是将扫黑除与反腐败斗争相结合 坚持打伞破网 加强与技检监察部门的密切配合 查处了一大批黑恶势力保护伞 有力地侧应了反腐败斗争 这三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全力以赴 攻坚克南 涌现出以上海市公安局 贤贞总队副总队长前海军 福建宁德市公安局 焦城分局副局长杨春 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英雄模范和先进典型 践行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誓言 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忠心拥护 杜部长请您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您2021年的法治心愿 好 公平正义 新时代 新思想 新期待 坚决打击黑恶犯罪 让城乡更安宁 群众更安乐 在前海军去世后的第二百二十六天 他参与推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有组织犯罪法草案 首次提醒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四天后 也就是2020年12月26日 刑法修正案十一审议通过 非法催收高利放贷的内容被写入其中 前海军生前签署的最后一份文件 在他离开后有了突破性进展 非法催收高利放贷入行 已于几天前正式实施 前海军走了 但他用燃烧生命的行动 诠释了司法 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内涵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两会特别节目 公平正义新时代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